锯盘棋枪戒是破五八炮 红方赵攀尾 黑方是徐云川 象甲第一轮 开局呢是中炮对屏风马 红方这儿走了一个五八炮 那黑方这个棋呢 如果选择飞向的话 它就是一个和谐棋谱 徐云川是不愿意的 那就马三进二吧 那对方这个棋就是上马 抢一个兵也无所谓 现在试相一捕出局快 所以红方要掌局先出局 那么这儿的话 黑方还是补试相 红方就把局拿出来 这里的话 黑方任意贯彻补试 这儿呢这个棋 红方马三进四 这个时候它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采中足 一个是采七足 这儿黑方走一个局进三 先捉一步炮 红方顺势打过来打局 黑方自然是足五进一 红方走的是局二进四 这招棋呢应该说 可能用处不大 或许可以考虑炮打出来 直接打足打马 那么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黑方马二进先吃一个 看对方有什么手段 红方冲兵 他是担心了这个局过来吃马 将来有炮打的手段 所以呢就先冲过来一个 那这儿的话 黑方如果向掉的话 将来可能中间打一将 抢先手 所以这个棋黑方呢也不管 就足以金啊 那这步棋的话 放红方一个冰过喝 红方这时候呢 选择是居二进二 往下点两步 点两步的意思啊 可能将来就是要 你向掉之后 他平炮过来 顶住居 这个居过来再威胁马 这样一个意图啊 那你现在不吃的话 他可能一平炮 就要冰往下冲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黑方就挤住他 不给他走到炮三平四啊 往下冲冰的机会 这儿吃着马 所以对方这个居 他又巡河又近啊 将来这个多走的一步棋 再退的话 将来平炮一对居 会被利用 那临场的话 就选择一个退回 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黑方就走一个 炮二进二 直接守住 此时呢 红方啊 选择是究竟三 就试图呢 把这个足以吃 把马抓一下 对方逃的话 上马再利用啊 那这个棋看似 好像将来要抓这个马啊 比如说一吃 你一跳 他吃炮再抓马 可能有狮子之围啊 黑方这个马比较弱 怎么办呢 黑方禁足拦住 就不让你吃 红方的话 这个棋啊 正常吃的话 黑方这个马 有采具的可能性啊 所以的话 这里就提前闪过来 来不邀队啊 抢先手 你要吃我多上一步马 将来这个棋 中炮发出呀 你这边压力很大啊 这儿过一个足斩审美棋 实际上黑方也不愿意对啊 就闪开纠缠一下 那红方这个棋就冰三冰四啊 准备呢 进行一个冰四精英打拘 红方这边还是比较厉害啊 黑方这棋赶快上马 采取一些行动啊 杀底是偷袭 对方呢 选择一个捕士 这儿的话 小租下去就准备追马 而红方的话 这个棋走的是冰四精英 要打拘 那这棋黑方必须得先闪才行 闪开之后呢 这个棋 红方选择是马就退棋啊 先把这马避开 现在这个棋呢 黑方就足五斤 气一个 试图要吊鞠过来吃马吃炮 那红方选择的是打吊 然后呢 这个鞠就往过吊 那眼看吃这马 对方这个棋就马三推一啊 这儿你要吃 让你吃到一个不舒服的位置 接下这棋 黑方也不敢轻挤妄动啊 黑方要牵住红方 这儿的话 黑方走一个足三平四 先把炮赶走 因为这个中炮太厉害 对方啊 走个炮尽二 那这里的话 你要踩的他有炮三平五 所以将来还是没有用啊 老将一出 随时呢 看你炮铁门栓 所以这个时候 踩也不行啊 那不踩的话就马三退五啊 准备呢 以退为进 一回作战啊 这儿随时可以回马踩鞠 可以呢 平鞠对鞠 不怕你出将啊 那这儿牵住你 也不怕你拱兵啊 实际的话 这个棋 选择招法是向三进五 先连起来 这里的话 黑方果然是对鞠啊 简单一点 对方对掉 回马踩鞠 抢先手啊 必要是可以换掉你的炮 那么这儿的话 红方意识先上马 给这个鞠伸根啊 他骗你 如果你要踩马 他把鞠吃了 你要吃马 鞠 他就踩掉你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黑方他走的一步炮 平三啊 先打马 声东击西 那红方也就平炮啊 先看着再说 这里黑方就简单吃掉了 那对方一蹬之后呢 这里有一步回马踩鞠的好奇 这儿因为有炮在河口 你不能退一步吃马 那只能鞠去三 位置比较好 那黑方顺势请腰队 双方到这里进行一个转换 换了之后呢 红方冰淇巾啊 就威胁一下黑方 那你要过河足 吃掉一个冰啊 这儿被向掉 那也没用 所以黑方就闪开 不愿意啊 到这里之后呢 红方走的是炮三退二 这里准备消灭这个足 那黑方就走的是一个炮五进二 他用马给足生根 红方的话 选择炮弃瓶 开始谋足 黑方也是打掉 开始谋兵啊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 红方就有了个下底炮的机会 黑方选择招法是落实 那将来这个棋啊 这马动不了 可能要受攻啊 红方就上马去切进来 准备卧槽 黑方的话 这个棋马的顿漆 准备跳进去 准备挂脚 双方已经开始拔剑相向啊 红方抢先下兵 是要将来控制啊 这个老将的活动范围 黑方先上马轿手杀 红方必须炮三退三变一下 到这儿黑方上老将非常激紧啊 不然的话 这兵死精英封主就不好下了 红方顺势来一将 黑方赶快往右边逃 那么红方抛退一步啊 黑方这个棋老将 显得位置非常尴尬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选择是马八进九 通过一个对炮啊 想要抢先手 对方呢自然不肯打掉 然后就变踩掉 到这儿通过对炮就解除了危险啊 对方这个棋选择招法是马骑退八 他很想上马 但是上不来 就回马 把这两个组赶一赶 然后找机会上这个马 现在这个棋很明显啊 黑方形式不错啊 黑方走的是祖师平三 先吃一个 红方的话 这个棋你要是砍这个像 他上马踩兵还会利用你 所以这儿容易被利用 将来出来的话 这也不是有兵抓死了 所以对方不敢啊 那么他选择是马八进六 这儿继续呢利用对方 黑方这个棋呢 他选择招法是上马 因为这个时候注意啊 你现在要是保这个组 如果人家一砍像就杀齐了 你踩兵就来不及了 所以必须要先守住啊 这个子不敢动 那这样的话就把祖吃掉了 到这儿的话可以说是啊 以攻带手 确实走得漂亮 黑方这个棋炮一退啊 红方呢想吃可以再吃 但他这里呢也不着急吃 就上马 立正主动 这儿的话黑方赶快捕士 想把这个兵抓死 对方在逃的话出来没用 索性就砍掉这个像 让黑方这个马舟退一步 然后马的棋又踩着炮 这里一攻带手啊 那这样的话 黑方就平过来打马 那红方再退回啊 把对方这个株消灭掉 到这儿可以说啊 局势简化了 那黑方这个形势还缺了个像啊 这个降位还不好 红方这个棋还不错啊 确实走得漂亮 那么到这以后 黑方赶快挡住红方的炮 那现在对方选择上马 红方意思就是说 你一旦打掉 那合起吧 现在这个棋呢 黑方不打的话 他缺个像 位置也差 所以就下来 他也没什么便宜啊 临场就打掉了 打了之后呢 这个棋老将往下走啊 那红方这个棋呢 他有一个马炮 好兵种 而且还多像 所以呢 这个棋合不合 是红方说了算 那徐云川也只能苦顶 这儿的话 这个棋选择知识啊 所以是将军要利用 那么此时 黑方先之前讲试 对方选择 招法是向其进酒 这儿黑方再补一个 对方泡三瓶酒 过来叫捉象 那眼看这个象肯定要丢 黑方上马 那这儿打出来 这个棋啊 抽丝剥茧 看着很危险 黑方下出了回马 连环马之势 红方退了一步 黑方就马思静往里跳 对方继续呢 回马 这儿的话 走了一个近老将 那对方继续退 想趁你马走开之后 将军抽你的马 所以呢 这儿先出老将 对方呢选择是退回啊 这里也是 准备啊 步步为营 看黑方怎么走 黑方下出那步 马六退期啊 那么他马不动 堵着你炮过不去 现在的话 这个棋啊 虽然说你这里多打相 并种好 但这棋呢 攻不动 双方到这里就握手言和了 好 好